这个故事是关于这个狼 那么这个狼 这个狼头 懂狼吗 这个狼头他很厉害的 他会听人话的 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会听人话 那么他听人话的话 他就知道 这是他隔壁 他知道这一家富豪的家 他养了很多鸡 然后他就知道 这个富豪讲什么 他跟他的工人讲 说我要出差 一个礼拜 那么我一个礼拜都不在的 那么他不在的话就没有人管 那么他养了很多鸡 他养了几百条鸡 在一个农场 养了几百只鸡 所以他说我要出差一个礼拜 那么这个狼 他的阿头 他会听人话的 他要知道这个富豪 要出去一个礼拜 他说这个是机会了 那么他就召集了 召集了他的所有的下线 这个狼也有下线 他召集所有的下线 他跟他下线讲 哇 兴奋了 这一次 我听到 那个富豪要出差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进去里面 吃他的鸡了 进他的农场吃他的鸡 那么他就看到这个富豪 他的一个养鸡场 有一个墙壁 那墙壁刚好有一个洞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洞 就是刚刚 这个狼就可以进去的 他刚刚的身体 就可以进去里面的 他就很兴奋了 他已经找好 全部路都找好了的 就准备哦 就等那个富豪一出差 他们就进去里面杀了的 就杀了 杀他的鸡 吃他的鸡了 然后等等 等到明天哦 明天那个富豪出了 出了 哇 一出了哦 那个狼哦 狼头哦 他就召集了啊 OK 他召集了 他全部 他全部的下线 哦 一起冲哦 那个洞刚好进去的 全部就 哇 挤住进 挤住一个一个 排就进去 进到了里面哦 哇 全部看到那些鸡啊 几百只在走啊 哇 一直在开始在吃了 一开始吃的时候 那个狼的头哦 就跟他们讲 你们不用这么急 你看 不用这么紧张吃的 慢慢吃 他说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我的富豪哦 一个礼拜才回来 你们干嘛这么急 吃 对不对 慢慢吃 然后狼全部很开心 就开始慢慢吃 吃吃 吃那个鸡 哇 很爽 吃两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哇 那个鸡差不多给他吃到七七八八了 然后第六天的时候哦 那个狼哦 那个狼 那个 那个 阿头哦 就跟他的 下线讲哦 哎 我们 要回去了的哦 因为哦 多两个小时哦 这个 富豪就要回来了的 OK 那么就开始准备咯 大家都准备吃 买最后一餐了 吃吃吃吃吃 吃到哦 哇 西北中 你知道吗 然后哦 要走的时候哦 最后一分钟要走哦 大家一进那个洞哦 哎 惨啊 这是 为什么 出不到来了哦 因为开始进去的时候 还没有吃很饱啊 现在哇 拼命是吃了一个礼拜 你知道吗 全部吃到像猪这样啊 那个 那个狼 变成猪了 你知道吗 全部吃到猪这样 出不到来 你知道吗 哎呦 死了 每一只都出不到来 怎么办 那个富豪要回来了 那个狼头哦 就跟他们讲哦 不用紧不用紧 现在哦 我们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出来了哦 我们就找地方藏 大家藏住咯 哦 不要给富豪看到了 那么富豪一回到来哦 一进去农场看哦 哎 怎么他的鸡少了 这么多的 不见了 差不多一半哦 那鸡不见了 你知道吗 他就很奇怪嘛 他开始看看 你知道那个狼哦 他们藏住 又又又又又又很笨的哦 藏到哦 那个尾巴又跑出来 给那个富豪看到了 哇 他就一直一直抓来 抬眼 你知道吗 每一只抓去就 杀啊 哇 你知道吗 哇 全部狼啊 吓到脸轻轻的 有没有 那些哦 他下线全部吓到脸轻 哇 全部快快藏起来 藏起来 哇 这样子每天哦 都抓来杀杀杀杀杀杀杀 然后杀了 杀了两天 你知道吗 那么结果哦 两天过后哦 哇 那个狼头去试一试 那个洞哦 哎 哇 出道来了哦 哇 就跑就开始就叫哦 吹 哇 我们可以出来了 就 召集全部下线出来 哇 全部就飞出来了 挤那个洞哦 哇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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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回到去的时候呢 哇 那个狼的 带钩啊 那个大上线哦 就开始跟他下线讲了 你知道吗 讲什么 OK 我很对不起大家 我很对不起大家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想到哦 我们进到吃了之后 我们出不得来 不过呢 你们也要原谅我 为什么 因为至少你们也吃到了吗 你们也吃到那些鸡了吗 对不对 我也没有骗你们嘛 有鸡吃嘛 对不对 哇 你知道吗 他们的下线起生气 你知道吗 他下线讲哦 哇 你以为我们傻的 你带我们进去吃啊 OK 我们现在出道来 比还没有进去更瘦啊 他讲 为什么 两天没有得吃啊 要常住啊 而且脸轻轻啊 现在saking风扇啊 都补不回啊 他讲 哇 那有我们锁的啊 OK 你们看到吗 所以 很多人哦 都是这个问题的 啊 明白吗 你要做上线 你要做上线哦 你很厉害 你会帮下线去找吃 对吧 你带下线去找吃 很聪明 很厉害 找吃 很负责任的上线 很有mindset 你知道吗 很有mindset 哇 那头脑很好 还会学习天 听人话 哎 好不好这个上线 很好 对不对 问题哦 你有mindset咯 够不够 不够的 你也有skill set 你知道吗 你也不可以哦 少到可以进去哦 会懂得进 很多人就这样子 懂得进 不懂得出来 没有 会进去 不过 不会出来嘛 就很多人一模一样 会进 forever 不过 不会赚钱 不会变millionaire 你明白吗 结果呢 死掉啊 比之前还瘦 就是这个原因 你明白吗 所以今天呢 我希望哦 今天有 有在这个铁板烧的伙伴 你们一定要懂这个东西的 今天你要成功在 forever 除了你要有mindset 你很聪明 你也要有skill set的 ok skill set很重要的 明白吧 所以我们来看哦 给大家看我的slide这边哦 ok 来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啊 我们的成功啊 那个成绩的slide来的 你看哦 我时常讲的 intention plus action equal to result 那么你有intention哦 你就就是你有那个 欲望 有一个渴望 再加上你的方法 你的行动哦 你就会得到 你要的那个成绩 那么今天你要明白 一个东西很重要的 ok intention里面哦 是包括什么 它是包括mindset 跟skill set的 它包括两个东西 ok mindset跟skill set 当你很有行动的时候 你要去达到这个成绩啊 ok 你要往这个成绩走 你mindset好了 哇 你沟通到很好的 你的downline全部都很明白了的 哇 冲啊 很明白了的 那个心中的火出来了 那个巨人也被吵醒了 他mindset很好 他要冲的时候 ok 你带他去冲 那么这边都是墙壁啊 这个是墙壁哦 你要冲啊 很多人都创墙啊 明白 他创墙哦 就拿不到result 为什么 因为他缺乏了这个东西 他没有skill set 你看 如果有skill set的leader 有skill set的领导人哦 他不会去创墙的 明白吗 他不会走啊 只是一路在创墙的 他创了一次 创了两次 他就懂了 他就会哦 走这条路了 啊 他走那些不会创墙的路 明白吗 这个整个东西哦 就叫做skill set ok skill set 没有多少个人会教的 ok 在整个传销业里面呢 很坦白讲哦 ok 没有多少个大师傅啊 会教的 这个skill set 很重要的 ok 举例刚才那个狼 狼头 ok 如果这个狼头 他是聪明的话 他会怎样 他有skill set的话 他会怎样 他一定会进去里面哦 咬了那个鸡哦 把那鸡丢出去的 全部咬了丢出去 咬了丢出去 咬死了丢出去 咬死了丢出去 然后哦 全部就出来 把这一鸡哦 带回家慢慢吃 明白吗 就不会弄到 会进去 出不到来嘛 吃到哦 好像猪这么肥哦 根本出不到来了 明白吗 那个是没有skill set 所以到后面哦 死啊 你看那些哦 他的兄弟啊 他的那些下先全部死 给那个 富豪汤掉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 因为他确定把skill set 那么在forever里面 在传销业里面呢 他总共有18个skill set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 他有18个skill set OK 就是这18个 9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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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总共哦 就是18个skill set 在传销里面 OK 所以我们的 这个 9 plus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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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8 18 那么他总共就有18个skill set 在我们的 这个MLM里面 那么第一个 来我一个个跟大家讲 今天我不会讲完啦 因为我刚才讲了 这边每一个啊 每一个掌啊 这边有18掌嘛 鸿龙18掌哦 每一个掌哦 都是一个课程来的 OK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哦 大概大家明白哦 我们总共有这18个skill set 在传销里面 OK 第一个叫做recruit OK Recruit就是求财啊 就是你怎样去求财 OK 求财记住 你看那边后面 有个跨壶的 跨壶里面呢 就是你的 你要用的工具 怎样去求财 OK 求财一定是用时间来求的 记住啊 我们做传销 是用时间来换时间的 所以你在forever 你在这个传销业 你花的时间 肯定好过你去外面 做什么销售啊 做什么一大堆的东西 肯定为什么 因为你去外面 你怎样去卖东西都好啦 你都是 不会被争的 你时间是死的 你24个小时哦 做了五年生年 你还是24个小时 唯有传销哦 你用时间哦 一个小时 可以换1000个小时回来 一个小时 可以换1万个小时回来 OK 所以你要不要用时间 去求财 因为 人卖就是钱卖 明白吗 因为人的时间 也可以算在你时间里面 这个是第一个 那么你求了财之后 第二个东西 你要学的就是留财 skill set OK 怎样把这个 人才哦 留下来 那么要留一个人才下来的话 一定靠什么 一定是靠系统的 OK 一定要靠系统的 那么我们有五大系统 我们有识别系统啊 表格系统啊 会议系统啊 辅销系统啊 我们有这个系统啊 系统啊 所以我们是用整个system OK 来留财 记住这个东西 第二个 OK 那么第三是异财 我们讲做教育 如果我们讲教育的话 第一块一定是教育观念先的 OK 就是他的观念一定要对先 如果他观念不对哦 他做foriver一定会偏调的 你记住这个东西啊 如果观念不对哦 他做foriver一定会偏调 所以观念是最重要的 OK 观念我们都会教观念 观念在那里教很简单的 九个价值观 就是我们要教的观念 OK 他做做做做 从哪里 从种子到森林 到这个什么 到这个神木 他要的观念全部 都在我们的九个价值里面 OK 那么第四我们有什么 我们要用财 OK 一个人 一个人才给你教育了之后 一定要懂得用 因为你不用哦 他的功夫会生销的 而且他也不懂 他有多厉害 人才就是要被用的 就好像你买一辆 Ferrari 或者你买一辆Lamborghini OK 你没有拿来开的 你是拿来放在家里 摆住 然后用布盖住的 你知道吗 那个车跟到你 真的是够衰啊 明白吗 因为他们也有使命的 一个一辆Ferrari的使命 就是在马路上里面飞啊 明白吗 你买在家里 收住 放住 很生销的 我跟你讲 那个哦 他会很 他会觉得 跟到你很 真的是够衰 人才也是一样的 人才跟你 就是因为 为什么 因为他要看到 他有用的价值 没有 他有 他可以被利用的价值 那个人才才会释放 明白吗 他才觉得 他有那个价值 那么你要用财 最终的是什么 行动 我们做什么 OK Organize 就是我们办会议 我们做会议啊 我们做什么东西 都是行动 就是开始去供啊 OK 这个整个用财 就在供的动作 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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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 你教育观念通了 现在你要传 就是传技巧了的 所有怎样 做销售 怎样做推荐 怎样跟进 所有的功夫 OK 就在传才这边 把你的功夫 全部 100%的传下去 就像我们的 精神文化这样子 OK 我们要 一代比一代强的 OK 我们把功夫传下去 技巧 然后第六 就是follow up 跟进呢 通常是自己跟 如果你开了 一群下线 你要想去跟进他们 自己 靠自己的 跟进是靠自己 然后你自己去follow up send资料啊 follow up 是靠自己的 OK 然后你跟进 第一个东西 就跟进自己先嘛 你自己都跟进不好 你不要去讲 做着跟进的动作 明白吗 就好像你说 哇 我要我到来全部来上课 你自己都不来上课 你怎样可以带你到来来上课 想清楚哦 跟进是这样子的 自己先带头 OK 自己带头 跟进自己先 跟进了好自己 你才有办法去跟进下线 明白 什么 follow up OK 那么第七个功夫呢 第七掌 就是lead OK 跟是自己跟 带线 是环境带的 记住啊 不要自己去带线 很无聊的 你自己带线 你又带不到的 而且带到很累 明白 讲讲讲讲讲 一大堆问题哦 你下线都不会烧起来的 你要明白哦 在传销哦 你的下线会爆啊 会烧起来 一定是环境的 就是靠什么 靠整个环境的 你把那个环境做好了哦 就爆了的 明白吗 看到人家了 你到来看到 哇 这么这个 不会讲话的也成功 哇 这个Auntie也会成功 哇 这个 亚巴 都可以成功 你看到吗 他看到很多这样子 他是靠整个环境 来烂烧的 那个我们带线 是靠环境来带 那么第八呢 就是有 OK 你怎样利用 第三者的力量 这个就是the power of ABC ABC法则 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是你懂得借用第三者的力量 尤其是朋友啊 OK 做传销哦 你不要以为 你只有上线跟下线 其实你做传销 最大的一个团队 就是旁线 旁线的力量 有时候你讲哦 你讲你downline哦 没有feel的 你downline听 他不管 他不踩你的 明白吗 不过如果是旁线讲 OK 你请你的有线来讲 我跟你讲哦 那个影响力是100%的 100%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利益的关系 明白 讲什么 他没有那个利益的关系 所以 第三者的力量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实际上讲哦 life forever living呢 我们是要找朋友 不是找敌人 明白吗 所以我们的规则 也是有讲到的 不是敌人 就是朋友 所以我们要找朋友 不要倒反来 不是说 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 那个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是敌人 就是朋友 跟不是朋友 就是敌人 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呢 是找敌人多的 第一个呢 是找朋友多 所以你要记住 这个规则很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那个规则 OK 我们不是敌人 就是朋友 我们要找朋友 因为朋友 可以借第三者的力量 那么第九 涨的话呢 就是防 当你组织越来越大的时候 就好像你电脑这样哦 你买了个很贵的电脑 你install很多program 很多app信息哦 你一定会install antivirus 因为你不懂 几时会有病毒侵犯 我们人也是一样 现在covid-19来 你身体一定要有抵抗力的 明白吗 你一定要懂得防 明白 虽然你不愿意去害人 不过 人家会来 害你嘛 你要记住这个东西 所以你有一个defense system 就是防 我们有12个规则 你怎样来防止 你的组织出问题 你组织会乱 你组织哦 会virus 会到处传 就是靠着12个规则 1到3 如何效法赢家 4到8 如何发挥组织的力量 9到12 如何成为永久的赢家 全部都在规则里面 OK 第9掌 那么第10掌呢 就是查 OK 查就是我们有FLP360 你要懂得 无时无刻的 做plan to check action 计划好了 要去做 做了要懂得 怎么去查 检查 OK 检查了 然后这样 action 然后再开来 再转 不对的 又再转 对了的 就是前 前进 冲 OK 我们靠查 就用什么 FLP360 你可以查到你的downline的进展 他做到怎样了 一个 CBM 永远记住啊 奖励永远排低的 所以你FLP360 最主要就是帮助我们 看 奖励 我们靠近奖励多少的 那个是最主要的功能 OK 然后第11呢 就是宽 OK 现在是开始叫宽 OK 你开线一定要开5条的 5条宽线 Findline OK 你要开wide 然后5条宽 OK 为什么5条宽呢 OK 因为5条宽 才会给你很好的 Personal Norm Manager 记住啊 OK 我们不可以把这个事业 在我们Art of War里面有讲哦 不要把你的永久事业 寄托在一到两个人的身上 所以你要开5条 上一条经理补一条 上一条经理补一条 好像我们已经开了很多条了 上了9条经理 10多条经理 我们还是保持5条 OK Norm Manager线的 就这样子来的 当然这边宽哦 我们以前是讲宽 那么现在因为MCO哦 因为MCO下来了 我觉得一个人哦 现在呢 你最少可以handle 超过20条 20条宽线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现在都是靠online 你通过online哦 你要照顾50条 100条都没有问题啊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哦 很兴奋的一个东西 以前我们宽5都不得了 你不要忘记哦 我们只是宽5那时候哦 我们的赚哦 好几百万耶 那时候 现在哦 你有online啊 你最少的赚几千万几亿啊 你明白讲什么吗 就是这个online 会帮助大家 OK 那么第12张哦 就是升 你开了5条宽线哦 你一定要升7代 每一条线哦 一定要升到7代 我们实际上讲 升到7代呢 什么老鹰都出来了的 OK 你可能第一代 我们人是这样子哦 我们的运气 每个人不一样 有些人运气好 第一代就是老鹰 或者第二代就是老鹰 有些人可能到第四 第五代才有老鹰的 都有 所以每个人运气不一样 不过如果你做到7代啊 你升到7代的话呢 OK 我保证啊 7代里面一定有一个 Chairman Bonus 一定有一个分红经理 或者一个Eagle Manager 一定有的 那么你这条腿哦 你这条线哦 就等于稳了的 明白讲什么吗 OK 那个叫做生气 OK 那么第13张呢 就是G 那么你这么多条 你做了5条 10条 20条哦 你要什么 你要G 就是Focus 你要Focus 三条线 这三条腿哦 就是让你哦 Qualify哦 Chairman Bonus Level 2 OK Foi我的大钱 我们都知道了 在Level 2跟Level 3 因为Level 2的 分红是6位数的 Level 3的分红是7位数的 那么今天我们要做Level 3 我们是分两段来做 我们先做3 OK 你一下子做6 你没有Focus的话 一下子做6哦 可能你要花更长的时间 来拿到你的钱 那么我要教大家什么 你要先G G就是Focus 你要先聚焦啊 聚焦的Focus啊 聚焦三条 那么你有三条先拿Level 2 先拿6位数先 那么做好了三条 再做第二段 另外的三条 我们是三条三条做的 不是六条一起做 明白吗 你做了三条 成了之后呢 我们再做三条 就变成哦 你最少你都保在Level 2 所以你每一年哦 你收入也不会差 Level 3是做好玩的啦 跟你讲哦 因为你Level 2哦 你的收入哦 你的钱都已经花 花不完了的 六位数 每一年啊 六位数的花红啊 就是超过两三百千的花红哦 你已经 已经很多钱了的 如果你做到那个Level 3 是那个是好玩的 那个七位数 我也不懂怎样花 我2015年的钱到现在啊 我跟你讲哦 我都没有动了 没有动到 为什么 因为我2011年就开始拿Level 2了 你明白吗 这么多年 十多年了 那个钱啊 根本你都来不及用啊 那个钱你明白吗 为什么 因为你要懂得去做这个东西 锯 锯三条 OK 那么第十四章呢 就是稳 你要稳住你的三条线哦 记住一定是靠Structure 一三九的扣照 明白吗 那么我这个Structure哦 我跟你讲 很多公司都在抄的 在外面很多啊 那些传销公司啊 他们都抄这个Structure 一三九是你开三条啊 然后下面哦 你要你的线啊 也要稳 OK 当你开你的第一个线哦 你要稳的话 它也要有三条 因为你三条脚 你就稳了的 记住啊 当你有三条腿哦 你就可以坐到稳 那个椅子 如果有两条腿的椅子 不稳的 你会闹情绪的 EQ 开始不好了的 因为很累嘛 你站站站哦 用你的脚来support 累了 你就会闹情绪 你有三条腿哦 你会很稳 你脚可以拿上来休息了 为什么 三条腿 你EQ会很好 那么如果你有 一三九Sructure 你可以把它Stabilize 稳下来的话呢 就是你下面那个腿啊 你的椅子下面那个腿 也有三个腿 我跟你讲哦 你是稳如泰山 这个叫做一三九的构造 那个是稳的构造 OK 这个是我们的第十四掌 然后我们第十五掌 就是unify 统 怎样去统哦 统就是统五个领袖 Fight Life Fight Leader System 我时常讲的 五个领袖是一个头 加两个手 加两个脚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构造 整个人complete的 你每一条线记住啊 一三九的Sructure 下去的话呢 你每一条线呢 都要有五个领袖的 明白吗 都要有五个头 五个独立领袖哦 就是可以一起哦 举办会议的 你五个就够了的 你五个 五个领袖哦 你可以办哦 五百人到一千个人的会议 五个人就够了 明白吗 所以如果你懂得统的话 我跟你讲哦 你自己就可以办五百 一千个人的 两天一夜 或者会议 你就可以办了的 所以一条线会统 unify 那么第十六呢 就是肇事 当你有玩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你要懂得去肇事 就好像人家去选举 这样子 哇 那个全部路上都是国旗来的 全部banner 调道 哇 整个 整个城市都是花花绿绿的 那个就是肇事 肇事要讲呢 肇事一定要speak out的 口气要大 明白吗 你看那些politician 口气大不大 很大的 他讲讲讲 很厉害讲 就这样子 因为 为什么 肇事吗 明白吗 所以你们也是一模一样的 你做Forever Living 你不懂得肇事 你就没有momentum了 你整个团队 就没有那个momentum 因为你不会讲 你不敢讲 所以你看很多 我们的领袖 像Yustida Yurida 这些都很厉害讲的 很厉害讲 口气很大的 所以你看今天 他们的成绩 他们都赚百万千万了 OK 为什么 肇事 口气要大 OK 然后第17章呢 就是你要懂得 Leverage 借力 借什么力 影响力 永远记住 影响力比努力重要 明白吗 所以你的影响力 永远都是厉害过 你的努力的 所以很多人 他们做这个事业 他不会用影响力 他都是靠努力 都在做 做到要死 跟你讲 明白吗 如果今天你懂得卖 你靠自己去卖 自己去讲 如果你懂得卖的话 你会做什么 OK 你会懂得靠demo 靠工具 靠什么 靠testimony before after OK 靠什么 靠名人 celebrity OK 你看这个名人 永远 你要去找的 这个就是影响力 你做这个 人家讲讲 讲两个小时 你讲十分钟 就成交了 明白讲什么吗 那个靠的什么 借力 影响力 OK 那么最后呢 就叫做 拓展 拓增 拓增是把你的 原有的组织网 从一个国家 再拓增到 全世界168个国家 我们讲国际市场 如果你看到 马来西亚 你都流口水了 我跟你讲 你看到全世界 你会杀掉 你真的会杀掉 因为这个 这个理念很重要的 格局要大 OK 如果格级小的人呢 他可能只是 看到马来西亚 或者更惨 他只看到几个州 罢了 那个是更惨 今天是online world 整个地球都平了的 为什么你只看到 几个州 几个城市 你没有看到 全世界的市场 郭台铭讲过 他台湾首富 他讲过什么 OK 他四十 他不知道四十多 五十岁 他就成为 台湾的首富了 他就赢过 赢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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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庆 王永庆以前是首富吗 给郭台铭超越他 所以 那个记者就访问他 郭台铭 为什么你这么年轻 你看你这么年轻 你就给成为 整个台湾的首富 所以你要 郭台铭 怎样回答 他回答很简单 他说因为 为什么 因为 其他的台湾人 头脑装的 只是台湾地图 我头脑装的是 世界地图 所以今天他成为首富 你听得懂 我讲什么吗 当然格局要够大 你头脑装是什么 如果你头脑装是 KL地图 或者马六甲地图 或者这个 官单地图 你的事业就是这么大了 如果你头脑装的是 世界地图 我跟你讲 你就像郭台铭 他可以成为台湾的首富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这个就是 十八 我们讲的十八掌 我要送给大家的 一定要学 每一掌 都是一个课程 那么今天 我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 因为你们很多 昨天听了这个东西的 那么今天 我要进入 我们华人比较快 我们就开始就进入 要分享的 忍耐一下好不好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 这个时间 时间就是我们求财的地方 我们怎样 这个是这个世界的跟来的 你不花时间来 sorry 如果你跟我讲 我想成功在佛 我想赚很多钱 不过我没有时间 没有办法的 因为时间 是他的根 你没有用时间 讲来换时间 明白吗 你要换时间 回来 你都不肯花时间 讲来换 OK 时间是所有MLM的 共同基础来的 80%的上班族 可以做副业 真的 你这个世界 是可以做副业的 80% 都是上班族来的 在Forever 而且他们可以 拿来做副业 为什么 因为他来Forever 就是用时间 来备争时间的 所以副业 这他可能 一天 只有四个小时 这7点到11点的时间 早上9点到5点 卖给老板了 那么7点到10点 他很聪明 为什么 他用这四个小时 来换4000个小时 回来 换到后面 我跟你讲 他都不要上班了 为什么 因为他Forever 赚的钱 比上班多 3到4倍 他都不要上班了 他自己 Redeam自己 自己买自己时间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 开始副业来做Forever 到后面 他们都会全职来做 就是因为他 做对了第一掌 他第一掌用对了 就用时间 来求财 来换时间回来 第一掌用对了 那么时间的管理 是这样子的 OK 我们一个礼拜 有七天 OK 我们分三区 OK 9点到6点 如果你有上班的话 那个A7是不可以动的 A7是不可以动的 你要工作 为什么 你受人的钱 才要替人消灾的 不要 拿了人家的薪水 又不要做工 这个不可以的 OK 我们A7是上工作 如果你是 我这个时间管理 是我拿来训练 副业的人 那么当然 你们是有权制的 这边 如果你们是做Forever的 OK 你就没有分AB了 那么你A7也是 全部B7 一起了的 全部 而且你要变C7 都可以 OK 那么这个时间管理 这个时间管理 谁开声音 OK 所以明白吗 所以我们来看 ABCC7 OK ABC7 它是有 重点日的 OK 它的重点日是 两分 OK 我们来看 我们第一个日 叫做系统日 OK 系统日就是 每一个星期四 华人是星期四 马来人是星期二 每一个系统日的话 OK 我们都用来 用来做什么 凝聚 OK 它的功能30% 它有100%的功能 30%用来凝聚 30%用来稳定 20%用来教育 20%用来拓展 那么系统日的精神 是不能放弃的 明白吗 你 即使你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你自己剩下一个人 你也不可以放弃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系统日的 就是一个所有全世界 所有的这个宗教 的成功 它成功的秘密 就是系统日 回教徒每个星期五 他们手变成系统日 基督教徒每一个礼拜天 星期日 他们守住 变他们的系统日 那么佛教徒 一些道教的 他们是守初一 十五 OK 一个月里面 他们是守初一 十五 所以你看 越守得强的 系统日的宗教 你会看到 他们越发展得快 明白吗 他越发展得快 好像这个回教很快的 为什么 因为他守这个守到很强 守到很稳 所以系统日是我们团队的一个 秘密武器来的 你们一定要懂 我们时间花着花在哪里 这个地方 系统日 第一个 OK 不久的 才两个小时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才 才多少时间 四天 两个小时 八个小时 那个是等于你一天上班的时间罢了 OK 你就把你系统日守好了的 那么第二个是叫做上线日 上线日啊 它可以是你的 coaching day 你可以每天做的 现在 我跟你讲 我鼓励你每天做 一个小时就好了 就是做上线日 给你下线 全部见你 用Zoom 不用见面的 就是看这个电脑 在online做就可以了的 因为它的功能不一样 OK 它功能是摸堵 教育跟拓展 上线日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的 因为系统日 你问不到问题 系统日 他们讲课讲课讲课 你问题问不到 上线日就是你把问题带回家 就在上线日 所以你要懂得怎样去帮你的下线 call小组做教育 就是靠系统日 sorry 靠上线日 OK 我们的铁板烧是半个上线日 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会问问题 我们都会在铁板烧可以回答的 大概可以算是上线日 OK 而且它有这个燃烧的动作 OK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送会到家 送会到家是你越不到人家来 你就把你的会议带去大家 你越不到你下线来就把会议带到大家 OK 这个是我们要用时间去做的 然后去换时间回来的 OK 这个另外一种 我们要花时间的地方 然后第四种叫做行动日 行动日就是家庭会议 你召集人在一个家 OK 然后你在那边讲解product 做demo OK 那个叫家庭会议 或者carry party carry party是正地 正地作战 就是你召集你的到来 去一个指定一个点 可能你去一个hotel 在他的lobby 或者在咖啡厅 或者你去一些 很special的cafe 然后你跟他讲 OK 我们会用餐 我们会消费 我们要借用这个地方来打正地 所有的downline case都业绩那个地方 那么你as an upline 你很容易管你 为什么 你在那边坐镇 你可以跑坐子的 跑一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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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坐子 那个叫做正地作战 然后还有第三种 就叫meeting party meeting party 就是专办一个会议 拿来讲产品的 可能是launching 什么 可能是行动日 因为这些全部会带业绩回来的 我们叫做行动日 action 刚才有讲到action 就是我们用材 就这样子来用的 OK 那个是我们其中一招里面 那么还有什么 重点会议日 OK 重点会议日就是偶尔举办的会议 好像我们的recognition success day rally special training 我们的kickstart就是这个 kickstart 就是我们这个special training 还有我们的两天一夜 就是我们这个重点会议日 OK 那么时间分配是这样子 时间分配 OK 我们时间讲用 求财讲用 包温一段 就我们把它分什么 我们把它分13段 分了13段那个时间 举例 你有43个小时 你分13段就这样子 一段就一个小时 两段就两个小时 这个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因为是看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在forever OK 如果你可以花26个小时的话 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你可以花多少时间 你可以花40多个小时的话 你一样照除 除13 你会算得出来 每一段 你要花多少时间 来做这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分好的话 你会错的 你会做错 你可能花到六段 来做保温 就是你只是 每天来做 每天然后来系统日来做 来系统日来做 完了的 那你就错了的 你的功夫就死错了 到后面的话 你就懂得进不懂得出了 好像那个狼样 明白吗 就死到很惨 因为你根本没有去学这个东西 保温一段就好了的 所以我们系统的日子只是一天 明白吗 好像他们去 Masjik Sembayang 就是规定是星期五的 就一天 OK 没有说每天 没有 在保温 带线是两段 带线就是你要去带 然后带你的组织 两段 开线是四段 三条线是六段 OK 你看到这边 你会知道 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你要用六段去做的 那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 三条线 就是几 几啊 记得吗 刚才我教的 然后我们有一张是几 几交 三条线 那个要用六段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带给你 最多钱的 明白吗 而且 第二重要的是 开线 所以不要说 开了五个 四个 五个 就每天就看出 是四五个 没有再开线了 你时间要想花 你时间全部 是三段都花在什么 花在那个带线那边 每天都看出 三四个线 三四个线 OK 而且你就大错特错了 明白吗 这很多leader 为什么他没有拿 Chainman Bonus 为什么他的业绩 没有在上 2500 5000 7500 问题都出在这边 OK 他时间乱乱花 乱乱带下线 懂得进不懂得出 OK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没有计较 OK So 最后 这个是最后了 我们花时间 最重要的 就做这个东西 我们打三种网 在Forever有三种网 第一种叫做组织网 就是跟你赚最多钱的 那个叫组织网 好像我的组织网很大的 因为我的时间 都聚焦在组织网 所以我组织网很大 第二种叫销售网 销售网就好像 一些人做dropship的 他找很多人跟他卖的 这种网我们也是要的 不要觉得不要 你如果可以找到 很多人帮你卖的话 那个销售网我们要 包括我们的客户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销售网的 就是他会转介绍 他会卖 然后赚到自己用的 那个也是销售网 那么第三种 当然就是顾客网 顾客网就是我们自己的 你自己服务 用完了没有 再去repeat order 再去follow up 这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叫什么 我们的顾客网 所以你记住 我们三种网 我们都要的 所以你用的时间 就是做这个东西 今天我才讲到第一张网 我们还有17张 你可以学的 这些功夫 这些功夫 跟大家讲 外面是没有人会教你们的 你相信我 我研究传教 我加入传教黄业 已经23年了 我没有听过一个导师 会教18 会教这个18 没有的 他们会跟你讲什么 他们会跟你讲 最多我看到最厉害的 他教你天龙八步 八步 就是八个步骤 怎样邀越人 怎样去讲解 怎样去handling objection 都教你这个八步的 有多少个会教你 红龙三八九 我跟你讲 没有的 你来Forever Living 你整个大蓝图都有了的 你如果这边 你都没有办法做起来 我跟你讲 你别的地方 你不用去想了的 明白吗 你懂这边的功夫 你是属于全世界 做传销 头1%的人 听清楚 The top 1% in the world 如果你懂这个功夫 好不好 今天我希望 我这样子的分享 大概给大家很清楚 因为 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花了大概40多分钟 来讲这个东西 OK OK